宇文竞赛 偏乡学校多事陪访的份 屏东县横川工商学生赵方秀不服气 他参加全县闽南语演讲比赛 有别于他人赛前一讲题 你好搞并熟悲 有上百场民谣舞台表演 惊艳的他 把赛场当成他的表演舞台 用即兴士和活泼生动的肢体动作演给评审看 在众人惊叹声中夺下高中组冠军 下月要闯全国赛 事前你搞并熟悲 是公认为演讲比赛最安全的方法 但我的个性不喜欢涉陷 就把赛场当表演艺术舞台 临场即兴士发挥 反而表现得更好 就读高二普通科的赵方秀说 赛前两个月公布认真看台湾 我看台湾的电视媒体 悲观乐观三个讲题 他告诉指导老师赵景怡不想你搞 老师也支持他 台风倒不担心 提醒加入时事观察和贴切的闽南语俗艳 演讲完看到台下评审的表情 感觉冠军就是我的了 赵方秀赛前观察到其他参赛学生都拿稿子复习 自己没事干脆拿张纸画画书呀 赛前半小时抽到我看台湾的电视媒体讲题 他开始构思内容 因是由阿公 阿妈一手带大的独生女 就以阿公看电视切入主题 并搭配生动活泼的肢体语言 巧妙点出媒体是写怪像 他说赛前没太把握 夺冠有点小惊讶 赵方秀从小和阿公阿妈以闽南语对话 念恒春国小时加入 恒春民谣表演团队 由前恒春民谣促进会理事长陈丽萍 指导乐情诞唱 带队到全省巡演 国中毕业时已累积上白场舞台表演经验 歌词描述生活和心情感受的恒春民谣 让他发现闽南语之美和读书语白话语的差异 舞台表演让他爱上表演艺术 赵方秀希望明年透过繁星计划进台北艺术大学表演器 也知道要用功读书取得全校第一名的真实资格 下月26日将出征台南的全国力语文竞赛 他说还是寻见赛模式演给评审看 演出也要有料 敏锐的时事和社会观察力 平时就要训练 小学加入恒春民谣表演团队的赵方秀 对引领他进入表演艺术殿堂 的乐情有特别的感情 记者潘金钟摄影分享 屏东县恒春工商高二普通科赵方秀 中夺下全县闽南语言讲比赛高中组冠军校长 陈坤一作汉指导老师赵锦衣为他感到骄傲 记者潘金钟摄影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